你没看错 千万大V虎哥参加了我们的中国街头剪拳套挑战 虎哥今天过来既是解说又是裁判 说明我们的剪拳套挑战 一开始慢慢的破圈了 今天没有去街头 我们来到了一个健身房 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唐中小帅正式登场 好一分钟拳击规格现在比赛开始 哇塞 这个兄弟可以啊 这个兄弟练一个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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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帅是一直等着小帅出招 一出招他就有前摆 尹帅是收着力 带着头套问题也不大 哇塞 来过来 放开 接着 哇塞 尹帅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换成了反架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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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醒我 尹帅上 现在虎哥带着尹帅 来到了一个美绿旁 经过滥心的拨通 小姐姐认出了虎哥 并且愿意参加这场比赛 前提是让尹帅不能还手 好 第二场比赛杭州大美正式登场 既然在健身房都是有健身基础的 你们也看到大美的身材很棒 我也知道兄弟们很喜欢看这种 你们这群色而不对 热爱缺席的好粉丝 来 把他人落下 三 二 一 大美效尹帅发起来猛烈的进攻 虎哥提醒尹帅只能防守不能反击 打上白身 打走过 来来来 来来开始 哪里都可以打 最终尹帅被大美残忍的tko 判决结果 红方向 好视频还在继续 尹帅扔扔下了一个大块头 这个哑铃是50公斤一个吗 这么重 看起来 看到了虎哥这个光头基本上都认识啊 大块头也决定试一试 接受了一分钟拳击挑战 你会打拳击是吧 对 那就好玩了 我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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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好那么接下来杭州巨状参加了挑战 好 一 开始 你其实太虚了吧 你不要防御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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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拳开始发力 这个拳摆起来是狐狐身风啊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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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巨状还是顶不住尹帅的勾拳击辅 哈哈哈哈 该说不说一分钟的这个挥拳真的是很累 再打一句吧 这我看你打的很专业的 太累了 不是他 哎 要不我来 不小伙子 但也就是你 别闹 哎 兄弟 试试不要 不要 这时候来了一个四四五文的小伙子 什么叫半猪吃老虎 我们下集再见 哎 哎 小子 我明天带你头配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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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打的多好 老精彩了 这样 李帅明天我带你去踢吧 陈鹤高 谁 陈鹤高 啊 谁啊 嘿 中国街头捡全套挑战 杭州特别偏 这期我们请来了千万大为虎哥 给我们当裁判和解说 在上一集的视频中 隐帅不但输给了大美 而且遇到了巨状 巨状扔下拳套 被一个斯文的眼镜蓝捡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眼镜蓝的实力怎么样 18呀 长得四四文文的 我们就叫他杭州小文 正所谓杭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个杭州小文绝对是半都吃老虎的 我在 我算 你找什么你得念过呀 亚人有一波小小的对攻 小文的技术水平也非常的高 这里小文有一个前腿的肌腹 非常的准 尹帅这时候表示想戴个头盔 那么好 现在尹帅已经戴好了头盔 两人的比赛继续 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大家可以大饱眼福 那么尹帅会不会翻车 让我们屏住呼吸来看结果 尹帅的头盔被打歪了 哇这个人很精彩 比赛继续 尹帅不讲武德偷袭了一下 这不讲武德 尹率说他体能不好 然后骨格上骨格下死了 好开个玩笑啊比赛继续 哇塞进去 哇哇绝了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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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时间也到了 也是把对手给摔了一下 反正这不会真大的啊 开个小玩笑 最后虎哥把胜利判给了尹帅 看得出来三人玩得很开心 后来我们才得知啊 这个小伙子其实也是一个半职业选手 好 我们的挑战继续 经过尹帅和虎哥的半天忽悠 最终小朋友是答应点起拳套参加挑战 小朋友目次也就十二三岁啊 敢捡起拳套还是有勇气的 一分钟拳击贵则比赛开始 哇 这个小朋友一看就会练过的啊 小朋友还会有一些工房转换 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朋友再次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 看到尹帅被打虎哥也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兴奋 最终尹帅被打的没有还手之力 被小朋友给KO掉了 当然这个KO是加尹号的 尹帅是让了他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也给给小朋友的勇气点赞 非常的棒 因为给你根本是一个大学 不就是好好加油 为什么这光啊 越是黄桃的 漂亮 所以这一轮我先抱 啊 这个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中途戏来了 哎 刚热身玩我还没这种状态 这口气挺黄啊 把柄社区无提手 你还安排一下 你还安排一下 我告诉你我朋友有个特种保镖中心 干嘛挑战一下 走吧 我一会儿跟他玩吧 还玩了一会儿你别怂啊 行 敢去吗 真敢去吗 走走走走走啊 下面虎哥要带领帅去各种保镖基地 据说这个地方也是藏龙坡 可以吗 可以吧 虎哥 可不可以啊 对啊 虎哥那我不用再先说一下 踢管 啊 踢管啊 来 我给大家玩一下 那不用 哎 这扫地大哥 就他了 这个啊 大哥 哎哎哎 大哥 大哥 水 要不早点再接受接车 不用 我今天带来一个我头地 准备给你练 我们来看看保镖基地的扫地大哥 到底实力如何 这儿踏管需要毕业 准备给你教练一下 好好好 没有问题 好 下面的比赛 黑豹有帅 对阵保镖基地的扫地森 一分钟拳击规则 比赛开始 我这个徒弟一般 不让路太远啊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先准备 来 同学 3 2 1 Action 这个扫地森一出手啊 就不得了 只能用专业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一看就是老一代的散打风格 应该是找连接退役的散打运动员 哇塞 一个走不起来 好几 哇 哇塞 二人开始了 左右的换架 这个一换架 对手就不舒服啊 两人开始了 互相的对攻 骨哥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 就感觉非常刺激啊 扫地森防守完了以后 就开始了反击 好 时间到 好 一分钟时间打完 我们来看虎哥怎么判 好 第两个 射错 我们是冠军 不不不 平击 平击 平击啊 这一天打得多好 老精彩了 这样 明天我带你去踢吧 陈和高 谁 陈和高啊 好 伴随着职业选手的攻击 今天的简纯的挑战告一段落 首先要感谢虎哥的参加 还要感谢兄弟们的一路陪伴 中国格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2024年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这也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各位好 我是鲁哥 感谢大家对中国格斗的支持 希望中国格斗越来越好 加油